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谢谢你 加油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雷 欢迎电视机型和现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 金佛山中医院特约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向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来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 百燕仪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媒体评论人志玲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曾经我的世界一片黑白 就像被封在地上的圆缺里 走不出去 它像一束温暖的光照向我 把我带入到彩色的世界 但是因为我的无知 我再一次被拉入黑暗的深渊 也一步步把它从我身边推远 怨清 对不起 我打了你一把掌 掌声有请今天的被制线人 李怨清 土耐老师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请坐 我叫李怨清 今年25岁 来自江西 这是你的谁 这是我曾经最好最好的朋友 曾经是多久之前 我们认识了七年 曾经我们无话不谈 然后是彼此的紧急联络人 紧急联络人不应该填自己的家人或者男朋友吗 当时没有男朋友 年纪比较小 所以除了父母之外 这个闺蜜就是当时最好最亲近的没有血缘的亲人 那现在呢 现在 因为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 还有他的一些行为 他什么行为 他打了我 打我脸 有打人不打脸 那个时候他的状态 还有一些他自己的思维跟思想 是有很大问题的 所以你今天来干嘛呢 接受道歉 我有一点纠结 因为是他邀请我来 你现在还纠结吗 已经坐在这儿了 你现在要纠结的话 你还可以走 我还没把他叫出来 但是我有点舍不得 你舍不得啥 舍不得我们之间的 发生了点点滴滴 还有新年多的友情 那能回到从前 我想 你今天要不要还他一巴掌 其实我想过 想过啊 对 待会还一巴掌呗 试一下 看看 吓得去手吧 看他的态度 掌声有请致县人罗义琪 同老师好 三位嘉宾好 各位观众好 我叫罗义琪 我来自往西来宾室的 今年30岁了 看不出来你像打人的人 现在不像 那以前呢 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 真是人不可貌相 你真打了他呀 真打了 重吗 重不重 我没感受到 因为疼在他身上 那也是 后悔吗 后悔 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今天再承受他一巴掌 愿意 他要打我 我就忍着 你想试一下吗 看他的态度 不是 你现在想试一下吗 舍不得 为什么舍不得呢 他答着你就舍得 那我就是舍不得 你去试一下 别别别 谁让你动 不管 不管 我俩就要不好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可以散了 那不行 不然你们已经喝好了吗 没有 我还没有原谅他 女人真是善变 说那天都发生什么了 说起来是19年 那天打他 也不是说 我友谊特意地打 是因为我们 直接发生了争执 我在朋友圈里头 看到我的前男友 就是赛了婚房 有些人 你也不知道 你有多喜欢他 多爱他 可是你终究放不下 哎呀 这个话好有哲理啊 有些人注定 是你人生中的过客 却总是成为你 脑海中的常客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你现在还放不下 你前男友吗 现在放得下 现在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人是谁 然后那天我是 很难过的 喝了挺多酒的 那我就联想到了 我这么多年的 可以说是不幸的 一些事情吧 喝多了 我也有点控制不住 我的行为 然后我看着边上 有那个剪刀 又特别的 有点控制不住 有剪头吧 稍等稍等 你先捋一下 你说你那天 看到朋友圈里面 前男友发了 这个婚照 婚房 然后联系了 你以往的一些往事 对 你的以往还有啥事 就是那会儿 我被两个 也是很好的朋友 骗了网贷 网络贷款 对 有一位细思的 他是河南走口的 我跟他认识了挺多年的 然后一起合作 他那会儿买手机 没有钱 他说你可不可以 帮我分期付款 他自己不能分期吗 他说他身份证 过期了 办理不了分期 然后这事就烙你身上了 对 骗了你 另外一个也是这事 那个也是网贷 怎么都找你呢 我傻呀 因为我大小 我就没什么朋友 挺在乎这些友情之类的 这两个欺骗你的人 一共骗了你多少钱 就算起来 加起来历史什么七七八八的 都有十二万左右 都让你自己还 是的 那两个人不见了 反正找不到了 你报案了没有 对老师 后面的我来说吧 我当时带他去派出所 他不愿意去 所以需要我们去 搜集证据 把钱还清 然后去告他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钱 那也就是说 从那时起 你也迫不得已的 需要一笔一笔的偿还 对 你一个月 你一个月挣多少吗 那会儿 那我一个月就弹一千八吧 那你怎么还十二万呢 那可不 那发生的事情 可是一七年的时候呢 我今年三十了吗 我都二十七八了 我的人生我怎么 过得就是那会儿 就是每天往代 催得我还还 我小时候家里头就挺穷的 想到我家里头还挺穷的 本来就没有一个很好的童年 就那些情绪 到我是一个比较自卑 然后多愁上感的人 我都不能把我的头 我就想着 我能不能把我的头给换一换 换一下我的脑子 不要那么笨 怎么可以把钱借给别人 本来自己就挺困难 现在回想 是一个正常人 都干不出这样的事 他剪头发吓了你一跳是吧 对 其实我也有点很生气 他刚才说 他现在还说 那两个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刚才还这样说 所以我很生气 你吃醋了 对 我吃醋了 后来我去抢他的剪刀 然后他骂我多管闲事 说我就是看他笑话 然后我就很委屈嘛 然后他就打了我脸 他就给了你一点光 对 我说你神经病啊 然后我就走了 我就哭了 然后就到今天 你们俩之间都没见过面吗 第二天我见过他 第二天你去见他干嘛 因为我担心他 他有过就是亲生的前科 第二天早上 我们都没有讲话 很尴尬 然后他头发已经剪了一大半了 就很丑 他说叫我帮他剃光头 然后我有一只狗狗 我有那个工具 然后就打车去我家 我用那个推子给他推光了 然后就没有见过面了 真的那天 我觉得下回想起来 我那天真的就像个神经病一样 我可以说拿着剪刀 我剪头发 我就疯狂地薅我的头发 我就想 为什么 我怎么就那么多烦恼 我跟他抱怨过很多次 你是有点口吃是吧 对 从小就这样 嗯 就是出生到现在 迎私引到现在三十年 我就经常被人家嘲笑 打小 就是别人就会说 哑巴 大舌头 我头发又长 骂我没操风 你知道没操风是啥 射雕英雄传理的 对 又瞎了眼 头发又蓬头垢面的那个 小的时候就没有人说 主动来跟我玩 别人抛石子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玩过 抛啥石子 就你少女生的那种小石子吗 别人大家又是轮着玩 我没有 所以你一直很渴望朋友 对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你来说 你来说 14年 我刚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14年你才多大 18岁 我们是在一个电子厂 第一份工作认识的 他当时坐在我的上面 然后我看他会很孤僻 而且都不跟别人讲话 我就觉得他让我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可以一起 大家一起聚餐 一起吃吃饭 然后他每次都不参加 然后我就主动邀请他 邀请他一起去食堂打饭 然后一起去上厕所 后面我们就无话不谈 一起回家 然后他还会经常做饭给我吃 你们家几个孩子 三个 你老几 我小 我第三 你出社会出得早 对 所以你自卑不合群 它就像照进你生活里的阳光 是的 你们俩那时候好到什么程度 我约他去爬山 约他去逛超市 然后我还约他去我家里 我们一起住 甚至可以用一个杯子 一起喝水的那种 就形影不离呗 对 可以到这种地步 是的 也没啥矛盾 有 然后我慢慢嘴 你哪里搬得过他呢 半嘴 我说不过我就不说嘛 我刚才从这个 你们俩的交流当中 我感觉他是一个战友心挺强的人 就是你交别的朋友 他眼红 是这样吗 嗯 这个确实是 因为那会我借钱的时候 他要骂我 嗯 他说 你借钱给别人 你多少钱 我跟你那么好 我都没跟你借过钱的 你俩就给别人借钱 就挺凶的 附老师 说到他这个网贷 我就很恼火 你知道吗 每次说到他这个网贷 我就 我就真的很恼火 我 你挠火 你站起来说 这个气势更猛烈一些 继续 把他声音再开大一点 话筒移到嘴边 开始开炮 那个时候 我跟他真的 我觉得在我心里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 我知道你的生活结局 他每个月都要给他父母打钱 你说他怎么可能还会有钱借给别人 对不对 嗯 所以你当时 我想知道 你当时是抱着什么心理 借给那两个人钱 你什么心理 对 因为他们求到我头上来了嘛 就说人人情醒 就帮帮我嘛 让你借钱给我 你借吗 但是你那会儿 你也没跟我借钱呀 对吧 你怪我咯 怪你没借 万经事 那两个人 谁让你站起来了 我错了 他可以站起来 你不能站起来 通过那个网单 我感觉他每次都是遇到困难 才会想到我 但是他跟他那两个所谓的好朋友 一起出去逛街 一起去干嘛 看电影的时候 他都没有想到我 他也没有邀请我 所以我就很生气 你知道吗 然后有一次 他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 他跟那个女孩子的家吃饭 他是谁啊 就是你跟那个信思的 去他们家吃饭 然后有一点我很生气 你比较照顾那个女人 你给他买包子 因为馒头 因为他是北方的 北方人爱吃面食 就不会吃米饭 然后他没有煮我的饭 你知道吗 我就很生气 他给他买包子 买面食 不给你煮饭 对 因为我是南方的 我不爱吃馒头 他就让你跟着他一起吃面食 对 你为什么 以他的标准来敷衍他 坐在一块的时候 就感觉感情会更深 然后我对他的喜好 然后我就会记得比较亲 那你就忘记了他的喜好了吗 对 错了没错 错了 你看解决了一件 还有吗 还有我们三个在那里吃饭的时候 他们两个一直在聊天 为什么 就是没有 就是跟 就那会儿就跟那个姓 就跟400玩得比较好 也不是说故意晾着你 那是因为我们那段时间 也没待在一块儿嘛 话也比较少了 难道你忘记了 你从小被别人冷落的滋味吗 那我可不就忘了负义了吗 对啊 所以你凭什么冷落他呢 对 所以我 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痛 你错了吗 错了 来 解决一样 还有吗 然后我就搬家了 离他越来越远了 因为我在心里 我也在想 从那一刻开始 他我就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了 然后我发现他晒了朋友圈 他跟那个女孩子的合照 还有穿着我没有见过的衣服 啥叫你没见过的衣服 因为我们会一起逛街 一起买衣服 最好的朋友 你知道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不能穿你没见过的衣服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就是感觉渐行渐远 不好意思 是我太凶了吗 没有没有 那我坐着 你怎么又心软了呢 我很在乎 有情 我将心迷你 你希望朋友越来越多 我希望我的朋友越来越多 我希望我的朋友跟我越来越亲近 我是一样 我觉得他们来找我帮忙 你就有你的价值 我就对 我就有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我是被需要的 好用哪一天我也需要他们 他们也能帮我 我就觉得朋友应该是相互的 因为过于渴望 所以没看清 对 是吧 就是我太在乎了 因为他们曾经也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 你可以理解吗 其实他刚才 哭诉的说这些 我到心里面可以理解一点 因为从小没朋友 所以他特别渴望 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人 不想回绝别人任何的请求 你可以理解他内心那种渴望朋友的感受吗 我可以理解那种想要交更多的朋友 我现在觉得朋友还是要 但是一定要那种以成相待的 那怎么辨别他是以成相待的呢 那我不太懂 但是患难总会见真情 你会帮着他还一点吗 没有 我报了音乐以后 到他家去录了一段时间 在我家那段时间 我就晚上去摆地摊 然后他天天在家里面 躺在家里面 你还摆地摊 对 做美甲 那时候出来了 我叫他跟我一起 他不愿意 天天躺在那个床上 我感觉到发臭了 天天刷手机 不是刷手机 然后我们有一只狗 然后他就会打我的狗 他还打你的狗 对 我的狗开始看到大声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是他吗 对 是他 撒摩耶 对 我的狗之前看到他 都是很热情的 然后那一段时间 他在我家里面 他都是绕着他走的 你狗都怕你 狗都绕着你走 狗都嫌弃我了 那会儿 什么 你打人家 人家不嫌弃你吗 他还在这个世界上 在 他今年四岁了 所以足以见得 你那段时间心里多不正常 对 你还挺仗义的 因为你明明知道 收留一个这样的朋友 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这催债的人可能会 不光是电话 可能还可能上门 但是你依然收留了他 就这一点还是挺仗义的 他在你家住了多长时间 在我家住了快两个月 一个半月了应该有 就天天侍候他吃 每天等我下班回来 我给他坐 或者说外面带一点 然后有一天 我说我的工具太重了 我说我搬不了 然后我就叫他 然后他 那是他第一次出门 我记得很深刻 然后慢慢地 他就会跟我一起出来摆地摊 他开始慢慢变好之后 我们又分开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联系 然后我去学习了宠物之类的 后面我在我妈妈的支持下 就是开了一家小小的宠物店 你当老板 我当老板 你羡慕吗 羡慕 他妈妈爱他 他有个后顿可以依靠 就他很幸福 就觉得他很上进 他很努力 我也想着像他一样 那你夸奖他 你也站起来说 好好夸夸 就是他年纪比我小 年轻 然后开朗 年轻 他身上所有的优点 就很正能量 缘气满满的 每天都是花不完的力气一样 就是很精神抖操 怎么缘气满满 比如说你看 百丽他多辛苦 他还能坚持打第二份工作 还能把狗狗照顾 然后这一点就很值得我学习 他经常给你打气怎么说 他就说 罗伊奇 罗伊奇 你要发财 我们要发财 你知道吗 他说 有钱了我们就可以去哪玩了 把这种憧憬的未来 那时候就是在我家 我跟他说 我们晚上可以去摆地摊 然后白天可以去找一份工作 如果说正式的工作找不到的话 我们就先去做兼职 一个小时的话 十几块那一种 那你算一下 一个月下来不就 三千多吗 然后加上你摆地摊所赚的钱 就有将近五千了 你跟我一样这样努力的话 你想一想 你两个月就可以还一万了 然后十二万的话 就很好还啊 而且你的工资不可能就只有三千多块啊 对不对 算的是有点意思 还有呢 然后呢 还有吃的方面 当时我们真的是 在网上的那种泡面是一箱一箱的买 一个是为了省钱 还有一个是说为了减肥 还有吗 就这样的是省钱 来再打点气 还有就是 我会跟他说的 我们赚了 就是说这个月好一点 省一点 下个月我们就说去附近玩 或者有时候很累了 我们可以晚上一起去吃个火锅 庆祝一下 对 但前提条件是 你不能跟别的人玩 只能跟我玩 是不是 可以带别人 但是不能那么好 其实你也很渴望有情 我发现 嗯 因为他身上也有我想要学习的 那你也夸夸他 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我们当时住在一起 然后我半夜饿了 他会爬起来给我煮面条 就有一种 我每次回家都能吃上我妈妈做的饭菜 多久都可以的这种感觉 你小时候很少吃到妈妈的饭菜吗 对 我是留守儿童 我也是单亲的 哦 然后而且很吃苦耐劳 有一些事情我坚持不下来 他可以 比如 呃 在厦门那个时候是33度的高温 他可以骑着自行车 就是挨家挨户的那种小仓势 去推销那个饮料 哦 还有一个就是心灵手巧 衣服那种缝缝布 都是他负责的 看来自你们俩还真是各有优点 哎 请坐 咱们这算不算是聊开了 是不是回到了曾经了 刚才那状态 是的 那满脸的美好和憧憬 对 你现在还完了没有 还差一丢丢 一丢丢是多少 还差个几万块 嗯 那你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到我们这来呢 啊 因为今天我也是受到了另外一个 我的师父 吴吴 你还拜师了 那我因为我在学习舞蹈 我因为我师父我还考了一家教练呢 考到了吗 考到了呀 几级啊 哎呀那就初级 因为我毕竟刚学 来师父来了哈 对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这姑娘刚去你那的时候状态怎么样 非常不好 她来的时候就很奇怪 然后就是 整个状态就很低落 她反而就是到我们这边来学习 也没有交多少钱 我就说哎呀你先学着吧 反正学了之后 你又可以出去带课呀 还可以去演出赚钱 就边赚钱边来还这样子 你听了她的故事之后 什么感受 挺好的 她朋友特别战意 我也蛮喜欢她的性格 就是很直爽 其实今天真正的故事发展到最后 其实你会发现 人最好的朋友是自己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是不够了解 没有自信的话 就会发生你们身上的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因为过于渴求友情 迷失了自己 看不清楚 这个是个陷阱 还是一份友谊 你也是一样的 你也是因为过分的渴望友情 所以你要控制它 不希望它跟别人交往 其实都是自己 没有跟自己做好朋友 人首先要跟自己做好朋友 才能跟别人对话 来 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清清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借钱给别人 不借给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清清 不仅仅是因为你要知道答案 而你在这个背后想说的是 你能不能意识到 其实在你曾经过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当中 我没有别人在你心里重要 你能不能超越你最大的伤痛 最大的渴望 最大的珍惜来去爱护我 这个背后说的是 这个背后说的是曾经的把你放在家里 离开家的爸爸妈妈 爸爸你能不能因为我而不离开 妈妈你能不能因为我而不把我放在家里去工作 我比那些难道不重要吗 清清清在内心当中对于自己没有被选择的那样的一种恐惧感是非常强烈 所以你们两个人刚好在这个依恋的缺口上相遇了 其实在奇迹的内心 他渴望的是他有价值而被需要 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可怜 所以你守候在他身边 他特别的渴望 我是因为被需要 我是有力量的 我是有价值的 所以别人喜欢我 所以真心的希望你们能够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 像涂雷老师说的 你们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 无论过去的生活带给你们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但你们就是你们最大的力量 你们才是自己生命当中最有力量 最温暖的那道光 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 才有可能成为别人最好的朋友 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 谢谢 你好 琪琪 我觉得其实有一句话真的特别适合你 你一眼看上的人 大概率看不上你 一眼看上你的人 大概率你看不上 其实这和你的原生家庭 和你幼年的经历高度相关 由于你有一些口吃之类的问题 就大家可能忽略和不喜欢你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虽然你不愿意 但是你习惯了 那么在后来你的人生中 你会去不断地重复这个模式 每一个真正疼你爱你珍惜你的人 你都会把他推走 不是总有人不喜欢你 而是你总是要喜欢那些 不喜欢你的人 所以说实际上一个人 有时候永远走不出自己 你如果能跳出这个模式 你才能真正地成为自己 和身边那些喜欢你 真正接受你的人在一起 可能你的人生 就会翻开全新的一页 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谢谢你来了 我提醒你一下 他从小口吃 这样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比别的孩子要艰难 如果你要是选择他做朋友 第一个天条 就不要对这样的孩子 进行人性的测试 你看我活这么大了 我也经不起人性的测试 而且他也是被你这种正能量 这样的一束光所吸引 但光这个东西靠太近会灼伤 你像变成小橘灯 给自己的光照上个罩子 要想继续这份友谊的话 你必须懂它 没办法 人生就是加些巧克力 你不定尝到什么味的 我们萍水相逢 不一定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但假如 你们俩要成为闺蜜 朋友 你看俩月亮在一起 没有太阳 朋友 你看俩月亮在一起 他在平等 互相尊重 包容 理解 朋友有三个层次 我一生在努力 都达不到第一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叫知音 知音不说话 一个眼神 一听你 我一看你 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太难了 第二个呢 你们俩要有共情能力 只有共情的两个人 就是你尊重我的情感 我尊重你的情感 你们他能陪伴吗 我建议咱们都往这个目标努力 第三个呢 就是互相激励着对方 性格不一样 你有你的长处 我有你的长处 你有你的关系 我有我的关系 大家在一起 互相推动对方成长 朋友三个层次 你们自己选 千言万语 会成一句话 你们俩 一起共勉 我和你们一起共勉 降低期望值 对别人的期望值 对社会 对世界的期望值 是幸福的开始 谢谢你们的到来 好吧 接下来有什么话 你跟他说吧 谢谢你来了 温馨 谢谢你 谢谢你 把我拉到了光点 看到了光暖暖的 那段时间我真的 觉得太黑暗了 你给了我一丝光 很暖 让我没有放弃 人家都放弃我的生命 也谢谢你 努力了我 我为我那些年 文章却的行为 文太好的行为 要道歉 看到你这个状态 很开心 因为你现在的状态 是很健康的 我想跟你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比我们更惨的人 但是人家还是 健健康康地活着 所以只要我们 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 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自己创造 我希望你以后 可以勇往直前 继续加油 好 看看他送给朋友的礼物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 重庆南川金佛山中医院 特约播出 杀 你的耳环 就是我知道 你不喜欢动漫 你会陪着我一起追 我喜欢的动漫 他喜欢才怪 他喜欢挣钱 但是他会陪着我 你说真心话 你愿意陪着他去 cosplay吗 愿意啊 你没有觉得那是一件特别无聊的事吗 不 有一点无聊 心目感情不悦的 反正也就去了 我 我感动 然后 不是 因为我 我现在学习舞蹈 我们也没在家一块 你知道为什么 你们俩出了这么久 还没有我了解他吗 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 通过每一个故事 再获取知识 获取心理知识 情感知识 你要多看多了解 你就不会上当 你多看多了解 你就了解他心里想什么 你们俩就不会拧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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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三位家庭老师 再见啊 本栏目由 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金佛山中医院 特约播出 燕心啊 我为我那些年不正确的行为 得道歉 谢谢你 把我拉到了光点 我希望你以后可以 勇往直前继续加油 其实我还是更关注那条狗的感受 真的 狗虽然不会说话 但其实特别清楚一个人内心的心理状态 还是那句话 信不信任对方没关系 我们首先得信任自己 如果自己都不信任 这生活真是难以为及 好吧 大家都做好自己的朋友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的 我们下期节目的